在虾皮中有着相关的规则在进行约束 如果违反了其中的一些规则 你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那虾皮店铺扣多少分会冻结账户呢 扣分会在什么时候进行清零呢 在虾皮店铺中的惩罚是有级别规定的 在虾皮经商 关于扣分的惩罚是有着相关级别规定的 其中如果扣三分 它对应的惩罚级别是一级 你被扣了六分 对应的级别是二级 被扣分累计九分 对应的级别是三级 扣分累计十二分的 对应级别是四级 累计扣分达十五分的 对应级别是五级 如果在虾皮中 这个店铺被平台冻结账户28天 这就代表着 该账户受到了五级的惩罚级别 也就是说 这个店铺的累计扣分达到了十五分 如果在多儿店铺运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相关规章制度 避免被扣分 如果扣分太高 就会冻结账户 在虾皮中扣分会被清零吗 在虾皮经商的卖家或者店铺 如果不小心违规 被平台扣分也不用担心 因为平台对累计扣分 是有着相关清理规则的 具体规定在28天 惩罚期满 就会自动解除扣发 而且扣发 也会按照季度清零 我们下面就来举 两个虾皮扣分清零的例子 卖家A 如果卖家A在第三周得到了三个惩罚积分 就会禁止参加虾皮主题活动28天 卖家在第七周会重新获得参加活动的权利 惩罚积分会在下个季度的第一个周的周一清零 卖家B如果在第三周得到了三个惩罚积分 就会禁止参加虾皮的主题活动28天 卖家B没有提升自己的运营表现 并在第五周得到了第六个惩罚积分 这样卖家除了要接受不允许参加虾皮主题活动的惩罚 接下来28天也不会得到运费补贴 卖家在第九周会重新获得参加活动和运费补贴的权利 惩罚积分会在下个季度的第一个周的周一清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一现在在马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 泰国的买家取消订单原因是因为卖家原因取消 也会进入未完成订单 二卖家不能主动找买家取消订单 已经查出店铺就会被扣两分 三如果卖家不小心让买家取消订单 买家取消原因写的是卖家原因 卖家可拒绝该买家的订单取消 然后卖家自己取消订单 这样的话该订单只会进入未完成率 但店铺不会被扣分 就会进入未完成了 就会进入未完成了